那第三位就廖老師 這個佛教 佛葬是大問題啊 來 嘿嘿 這個是什麼呢 可以可以 好 來來 高老闆 李廖老師 崇徽兄 建川兄 其實佛教 我覺得我們也不用講了 因為做佛教的人 誰不用新聞風的詩呢 但是我自己覺得還是有一點不一樣的 因為其實剛才建川老師講到說 魏祖葬的這個部分 其實因為佛教的出版原來都在日本 大藏出版 我也跟他們也很熟 我跟日本那幾個佛教相關的出版 有一些也很熟啦 像大藏出版 我也接觸過 可是 還是要特別講的 一個剛才就是 比如說東帆寶藏 另外一個我不曉得大家怎麼樣 因為我是做明清的 明清的這個 在晉山站還沒有印出來 大家都用 只有那一套 新聞風這一套 這個晉山嘉興道上建議 只有這一套可以用 而且這一套是從 燦燕生 居士通人開始編的 當然那個是 那個 我們現在來看它不是原來 但是因為 為什麼叫嘉興藏 為什麼叫嘉興藏 因為它不是官方的嘛 以前 比如說 它就是官版 官科的 嘉興藏是中國大藏經康科史上 唯一一套民間主動去康科的 所以它也沒有完成的時間 它沒有辦法用這種什麼年號什麼 這種來定 它就是用地方來定 然後那個時候他版式 所以我們看他原來的版式就是 他已經科的時候都準備要入障了 所以他們就是等於是有一個 大家統一的版式去科 所以你看起來好像也沒什麼違和感 這樣子 他都是都已經準備要入障了 但是他就是很厲害 他們那個年代就是 從曲折大學裡面 主要是曲折大學 曲折大學 曲折大學 印印 來然後 那個時候我記得是 我買那一套嘉興大藏經 是我當預官時候的薪水 存下來去買那一套 因為我在台大念書的時候 我想說 那時候 你看那麼久以前 在台大文學院 我要做明清的都沒有啊 我去台大圖書館建構 根本都沒有啊 不曉得民國哪一年才會來啊 我後來就是 研究所念了一年去當兵 我就等不了啦 我就自己用當兵的錢 買了一套 買了一套 你知道台大那個文學院 王老師在 你知道我後來在台大文學院 圖書館什麼時候看到那一套 就是我辦碩士畢業離校手續那一天 我如果答應一下 我就突然 弄得很好 可是我說這一套 真的所有的人 大家都在用 那剛剛 建川兄給我一個任務 就是這個明清位租障人 其實很多 我們現在 我們最近 都在調查這個資料 這個 我隨便舉一個例子 可能 在座的老師都可能知道 那個 本來 雍正皇帝下令禁止的三豐派 你知道我們現在三豐派的東西 就是 大概百分 就是 大概百分之百年 但是幾個最重要我們都看到了 比如說 提治重鑽 比如說 這個 林隱四這個 聚德紅禮 那語錄剛剛在閃 他們說語錄有三十卷 現在零零三三 大概只剩下三 兩三卷沒有找到 他都是 因為那以前他邊全書都是 就是一個時間段一個時間段 然後到最後再繪在一起 比如說 三十卷 我們現在大家已經看到了 差不多二十幾卷 雖不中意 不原 所以 其實明清這個 東西真的非常多 但是我覺得要有系統的證明 一下子 你通通都堆在一起這樣子 因為這個時代已經跟 那個 藍吉福老師他們編了什麼 大賞金補編 然後清代大賞金補 我覺得那個時代已經 就完全不可同日而言 另外一方面 就我覺得 因為Data Base大量出來以後 說實話 就是民國初年那個時候 他開始要做點教 點教一個目的是為了 點教啊 排版啊 那個其實為了推廣 就跟簡體制的目的一樣 現在大家都在想 簡體制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那不管 他有一個階段性的功能 點教很一樣的 你看那個他在 那個過程裡面 他其實推廣之後還是需要的 但是 說實話 對於剛才所有的老師 這個東西 我們不會看啊 不是 不能講不會看 他不能當作一個 學術論文的重要的依據 那當作入手當然是可以 就是 其實你要當作一個資料書來引的話 還是要原版引印啊 對原版引印的東西 他才有版本的價值 然後他才接近原版 另外一方面就是那個點教的東西 就我們講 一本一本做 你反而點教整批去做意義不大 對不對 你一本一本 就重要的 我覺得他不是做點教 要做主 因為你做一本 就等於是我們做學術研究 我要做一個 一個很仔細的case study一樣 就是把一本書做非常仔細的急著急教 再把所有箱 還有一個很精密的導論 我覺得這個當然就是很重 但是套書我覺得要盡量要保持原資料 那個樣子 那個才是我覺得 而且這個東西就要講 其實最主要他就是賣圖書館 個人他就不會賣 那你圖書館學術研究的功能性 其實是最重要 我在接著 所有老師前輩給我的功課 我往前推了 就是講說明清佛教 這個我們現在看到了多少資料可以用 因為畢竟是明清 你現在時代也比較近 那做佛教研究 一個很大的 一個坎是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都把佛教的資料 毀掉一大多 但畢竟你時代比較近 本來以為江南的東西 毀掉了大阪 現在因為大陸的這些目錄 什麼做的比較仔細 畢竟時代比較近 很多地方你以為這裡沒有 那裡有 所以就是現在看起來 我只講幾個 我看到我覺得 其實我想做的事情 但是可能大陸也有朋友 現在正在做 這個因為江西十大 李順成老師在做 那我就 其實我有 就是他在過程裡跟我商量很多 但是 我覺得我就不要弄 我只介紹一下他的工作 他就是編這個師生 歷代師生 名 就是從近代到現在 師生別級 師文別級 你看 我是中文信出來 我就不得不講 你知道 我們傳統的教育裡面 師生對不對 唐代師生 然後最多到北宋 後面好像 不存在一樣 你知道我 李順成 老師他去做的調查 近道堂 我們只講師文別級 版本什麼不講 單獨一本 近道堂 現在看到的師生八個 就是 其實 這八個還有大家都知道的 對不對 教堂 齊吉 冠秋 近道堂 八個 宋代二十個 南宋 北宋加起來二十個 就是師 我只講師文別級 就是現在 我們去做 實證的調查 近 兩宋 加起來差不多二十個 元代 很留級 元代不到 不到一百年 現在留下來的 就十二三百 明代突然冒出來很多 明代現在可考的別級 差不多八十幾個 清代 他那時候編幾個 我看 我說 他那時候編了一百七十個 他給我看 大概那個初稿給我看 我說這個沒有 那個沒有 結果我們補了名字 這樣大概算 現在算起來 他初稿給我看的時候一百七十個 現在我們大概可以 名字啦 那有一些有書還沒有實際調查 名字至少四百個 所以這個 真的他現在他要編啦 他說國家 大陸 其實大陸這些東西 他們只要國家的那個機關 下令說要印 他就直接徵召 那就印了 沒有什麼 那這個既然他在做 我覺得就 就 不要跟他搶 他們在做 但是還有很多 我說隨便再去 生思真的可以做 很多 不過因為以佛教來講 尤其是禪宗 說實話 我覺得禪宗 受代以後的禪宗 其實文人化的傾向很強 所以 我覺得 如果只從哲學來看禪宗的話 就其實我覺得沒什麼好談的 可是他已經詩化了 所以他那個詩啊 祭宋 你如果祭宋這些都算是廣義的詩的話 好 那個比哲學著作要多 我看不只一百倍兩百倍 那這部分 那因為傳統上現在就 我覺得以佛教來講 那種 哲學化的前向很強 所以談來談去 再講 那你 禪宗我覺得沒什麼哲學可以談 直覺對吧 沒有哲學不代表沒有思想 對不對 那種強調 強調直學師的體驗的這種東西 我覺得比哲學更接近的 其實是詩的直覺人數 所以就是 你看中國傳統文人跟生人 跟生人 關係那麼密切 都談詩啊 所以詩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 生詩的部分 那他們既然在編 而且那個李順誠老師就說 他們很困難 在大陸現在這幾年 所有的佛教的東西 也緊縮啊 所以他們現在就很困難 我覺得這個 但是這個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是我的功夫啊 不是他的功夫 你知道就是明在以後 就是 現在我剛才講的是 他可以看得到的詩文別擊 還有另外一種是種極 這種極更多 不是種極的人更多啊 因為你別擊 他還是要有一個幸運 那個別擊才能夠收得久 這個種極我們現在看到明清的 那個生詩的種極 起碼 起碼20種 我自己收了大概七八種 這樣子 所以這個 這一部分我覺得 佛教跟詩的這個關係 絕對是可以 再做的一個重要的方向 那剛剛講的這個 比如說 禪宗啊 未入葬的這個部分 一部分那是比較民間文學 另外一部分是 其實就是 因為龍葬以後 他就沒有再經過有系統的邊 所以其實我們還 離你虎虎零零星星的 語錄來看到一些 因為剛才講 為什麼現在寺院 其實我去大陸現在 如果大家有去大陸開佛教會議 就知道 大陸的佛教會議 我看這十年來 八成都是寺院之處在開的 他們真的 但學術單位也有 但學術單位 你知道大陸的佛教學者 現在即使他在大學裡面 教書 他都要有一個寺院backup 他做事 因為光俊 光俊那個 光俊老師 對不對 那個中山大學 他現在也跟廣東大佛師 那所有的 我認識所有的佛教學者 後面都有寺院在支持 所以那個寺院 他們現在也有 也有心要變 而且你知道 我覺得 玉珍在這裡 我感受應該很強 因為你的寺院支持 他要推他的主體性 能推到明代已經很了不起了 你說有幾個千年古叉 能從唐代推下來 千年古叉 我也接觸過 古山永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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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稱唐代審戀國師的道場 你去看古山自然 中間通通都沒有 那就是到晚明的時候 晚明的時候 他們重新才又把它 真的弄起來 所以 古山上他們那個也調查過 所以我的意思是 現在寺院本來他們就 就比較想要去把這個 精神主體性把它弄起來 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覺得佛教他們比較 我認識的幾個道場 像包括像大報恩師 他們現在 對這個佛教知識的 大報恩師的助詞 沒有他自己還出錢 重印那個 可是我告訴他說 上途有一個新的那個 就是血浪同仁的助詞 他自己去花錢 就是 就是做那個獻裝書的樣子 送了回套 我的意思是 其實這個真的像 剛剛幾位老師講的 這個明清這一個部分 我覺得可以做的東西 我其實如果那個 道風雄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和我的學生其實都在調查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明清未入戰 然後這個 生思的部分 我再取一個 因為我 我覺得現在除了中國也外 因為我自己的關係 我覺得 日本這一塊 或者說是 域外漢籍這一塊 現在所有做文獻的人 都繞不過去 域外漢籍這一塊 比如說像生思 我們傳統做生思的人 談到日本 都講武三 武三的生思 就是這個日本的中世時期 到了江戶好像生思就不見了 我們傳統思想史都講 這個就是江戶思想史 你就覺得好像你談到江戶時代 好像只有初學 我跟大家講不對 我們現在 我去跟 國文學資料館 日本國文學資料館 他們在討 我的同學陳傑 之前在國文學資料館 然後上次我去開會 跟他們講 他們說 為什麼現在儒學研究比較薪水 因為以漢籍來講 以江戶的漢籍來講 因為儒學最少 所以要整理最快 這樣子 所以當整理快 出來大家就會用 他們說 他們沒有仔細的調查 大概的情況是 江戶的漢籍裡面 這個儒學大概一成 詩文籍 詩文別籍 就廣義的所有的這些 詩文別籍 這個王老師 做這種 這個欲外小說 什麼這些 就是文學的 文學類的材料 差不多 二到三成 剩下六到七成 就是佛術 都是佛術 江戶人他們沒有 還沒有好好整理 我因為做生師人 我就自己調查 江戶的師生 我現在名字已經收到一百 這個 因為我剛剛講說 我們做佛教的人 都是從小都是用 日本的資料長大的 你知道做佛教的人 有一天想說 如果日本學者 看我們編出來的日本的資料 我們就包括那個 日本漢文小說這個也是 對不對 連內三老師都會 為什麼你們會找到這些東西 江戶的這些生師人 我名字我收到幾 超過一百 著作我已經收超過五十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個 甚至應該弄個東亞的 因為這個生師 我覺得是一個廣 就是東亞廣泛 因為這個受到 漢傳佛教的影響 比如說日本啊 韓國啊 越南 越南啊 這邊他們都是 其實都跟這個 關係非常密切 我再舉一個 我覺得可以做的方向 因為我剛才講到這個 東亞交流這個部分 其實我跟我的朋友 那個 復旦大學 這個因為跟佛教比較沒有關係 但是因為佛教是牽涉到 東亞交流 因為我也做這個 東亞交流 這一塊 我們 你看 他們印了那麼多 什麼 煙型 煙型錄啊 什麼這些材料 可是 你知道煙型錄是 比如說韓國人到中國 越南人到中國 中國人出去的 都沒有人收耶 我自己收了 收了一些 中國的這個 使節的這些材料 我覺得這個編出來 應該 我不敢說賺錢 但是應該不會賠錢 因為大家現在都在關注這個 文化交流的時候 這是最 現在最熱門的課題 我覺得這些 可以跟這個學術潮流 相接軌的時候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好不好 李老師一直說我講太多 就是大主 因為已經提醒我這個十分鐘